關於外線的機密 美國政府真的不能夠 再藏下去了嗎 美國參議院未來幾天 將審議一項跨黨派的法案 要求美國政府公開 可能之前UFO目擊事件的文件 那希望王今天要揭露六張照片 會懷疑地球人在宇宙中加分 我們真的不是孤獨的嗎 好 他們現在美國的這個參議院 包括了民主黨跟共同黨的議員 一口同聲都要來審這個陽光法案 前面應該加UFO陽光法案 就是要把這些政府已經壓蓋 已久不讓民眾知道的這個法案 全部要公開 就是告訴大家25年之內 他們一定要公開 在看這個法案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目前在全世界討論度最高的 六張照片或者是影片 而這六張是被包括了物理學家 光學家等等的去研究 發現他們是沒有經過後製的 也沒有經過所謂的 Key上去的等等的這些 後製的手續 先來看這個是在1950年 在5月11號的時候 美國的厄勒岡州 就有拍到一個UFO的照片 這張照片它奇特的地方在哪裡 它是一個三維輪廓的真實照片 什麼叫三維輪廓 在畫面上你看到這個 有一根白白的線 然後牽著底下 很像是一個盤子 倒過來的形狀 因為以往拍到的是比較平面式的 你看不出它的立體跟它的厚度 但是這個它是唯一拍到 是第一張被證實 它是沒有經過後製然後三維 同時有人說會不會是一條線 鋼絲等等的去牽著一個盤子 然後丟到空中拍下這張照片 但是經過了美國的海軍 光學物理學家他所證實 畫面上你看到的這張照片 沒有經過任何後製 另外第二張我們來看到 就是在2003年的2月 美國的威斯康星舟也拍到了這個UFO 這是什麼時候拍到的 剛剛那個是農民拍到 這個是一個媽媽拍到 美國的這個媽媽她當時是在戶外 拍攝她的小朋友在滑雪橇 結果在滑的過程當中 因為她在練習 結果結果發現天空中 怎麼有一個巨大的光點 就是畫面上你看到這三個燈 它非常非常的亮 好像是一個這個駕駛艙的下半部 對不對 下面有燈 因為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會認為它就是飛碟底下 發出來的光點 但是以科學角度來看 你只能說它是一個不明的 原型飛行物體發出的 三個很劇烈的光 好 這個時候就有人說了 這張照片有沒有可能是假的 你可以後製Key上去 這些樹枝等等 於是就把這個照片 拿去進行研究 它們放大再放大之後 發現這個上頭的樹枝 不是後製上去 也不是用所謂的 你看2003年 不是用所謂的 比如說小畫家 用一些Photoshop 去後製這些樹枝 並沒有 就沒有被改過的照片 沒錯 是原始的 所以這是第二張被證實說 這是拍到真真實實的 UFO的照片 再來第三張時間更近了 2008年的1月8號 美國德州也拍到了這張照片 而且這個還有很強大的證據 去佐證 因為它被雷達捕捉到了 這個照片拍出來之後 就是畫面上你看到的這個 有點像是藍色會變形的 這樣的一個飛行物體 一開始不知道是什麼 結果有人看到 而且不只是一位 有十多位當地的德州軍民 都看到了 親眼目睹說天空中出現了 這樣的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後來你說口說無憑 口耳相傳 可以造假 結果在雷達上也捕捉到了 就是這個紅圈圈的小點 紅圈小點裡頭有一個綠色的點點 這個就是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證明當時是有飛行物 在這個區域徘徊 沒錯 所以不只是有人證 然後包括了科學上的證據 連雷達也能夠掃到 而且他們去偵測它的這個 體積的大小 幾乎有一英里長 半英里寬 體積非常龐大 而且就像畫面上你看到 它移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它不只可以快 它也可以慢 同時它也帶有著非常彩色 而且耀眼的光芒 同時有一個退休的飛行員 它恰巧不巧 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根據它的飛行生涯的經驗 它去分析 這個物體它可能是來自於外星球 或者外太空 因為它的飛行速度 實在是快到我們無法想像 它這個時速可以來到3000英里 大約是時速4828公里 就在地球上的飛行物 不會有這樣的快速 完全不可能 你說什麼超音速等等的 4000多公里 時速 這個實在是科技懸殊相差 太過懸殊 除了以上這三個之外 其實還有包括了以下幾個影片 也是被人家認為是真真實實的 拍攝到了所謂的UFO 這個是在土耳其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在美國 現在我們進到土耳其這邊 土耳其它是一個攝影師 它也是算是一個 不明飛行物體的愛好者 它在2007年到2009年之間 它捕捉到了數十張 土耳其看見UFO的 這樣的一個照片或者是影片 不是一張 是數十張 因為它非常的喜歡 這樣的不明飛行物 尤其是這種幽浮 所以它待在同一個點 拍到畫面上 你看到是很像一個半圓形 半弧形的不明飛行物 這個時候就有人跳出來講了 說這個不會很像是戒指 或者是金屬的光環 你利用光線折射反射之後 做出來的詐騙影片或者是照片 同樣也是送到光學研究 一樣是送到科學去做研究 發現沒有後製 沒有經過其他的光線折射等等的 拍到這樣的一個畫面跟影片 1971年的哥斯大力加 同樣也是有一個空中攝影師 他拍到了UFO的照片 這個攝影師他就是習慣拍一些空中 很像是我們看一些Google map 空拍圖 對 空拍圖拉大之後 去拍攝這些地景地貌 結果他拍攝的當下 並沒有發現到有任何的異狀 就像畫面上看到的 很像就是一些地景 山景 海景 但是你沒有發現異狀 結果發現你看 左方竟然有一個類似陀螺嗎 還是一個什麼樣一個 金屬的圓形物體 怎麼會在海面上出現這個 明亮的物品呢 對 神秘金屬的圓盤 因為拍攝當下 如果說有一個金屬物體在那邊 很明顯 你會看到了 對 而且你會反光 你會有一些光線的折射 結果他們後來發現 原來就是這個 放大之後發現是一個 金屬的圓錐形的圓盤 就在湖面的上方 除了哥斯大力加之外 我們來進到墨西哥 墨西哥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UFO的愛好者 很愛去的一個地方 也被稱作是UFO出沒的熱點 1981年在墨西哥 也是一個攝影師他拍到了這張 黃橙色的圓形不明物體 你知道這個攝影師他有 多熱愛這個不明飛行物嗎 他在81年的時候看到了 這個黃橙色的物體 又回來找他了 好 這個時候大家就說了 他在待的這個森林 他為什麼願意在這個地方 待11年之久 因為墨西哥這個地方叫做 迪波斯特蘭 他就是墨西哥當地 所稱的一個魔法鎮 因為UFO很愛到這個地方來 在這個鎮上這個小鎮 當地4萬1000多位的居民當中 一半以上的人都看過UFO 就是我跟你當中 你也看過了 我跟你兩個人就一個人看過 機率這麼高 大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被稱作是魔法鎮 然後也是UFO愛好者 很愛去的旅遊景點之一 好 說到墨西哥 居然這個小鎮 有一半人都看過不明的飛行物 那應該不只這個地方 有這個神秘的UFO事件 有沒有其他地方 其實也捕捉過飛碟的身影 好 我們剛剛不是特別講到嗎 為什麼肉眼看不到 但是拍攝相機卻能夠拍得到 同樣例子我們放到這個地方 2004年的3月份 一樣地點是在墨西哥 空軍本來在空中要執行 搜索毒品的任務 因為可能有小飛機 私人飛機 在運毒品 這個偵察機就在空中飛著飛著 結果塔台告訴他 雷達上看到了三個不明的光點 可能是不明飛行物體 可能是運送毒品的飛機 再跟你做靠近 靠近了你的這台偵察機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結果飛行員說 沒有 我看不見 跟雷達上明明就有 對 畫面上你看到了這個光點 而且它的數量會越來越多 塔台這個時候又告訴他了 在雷達上偵測到五個光點 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看見 飛行員說我看不見 到最後直接出現了 總共有11個光點 而且快速移動 塔台告訴這個飛行員 你要小心因為他們貼近你的 偵察機靠得非常近 有沒有看見 飛行員還是沒看見 好 這個時候 它會令大家緊張的是 塔台看得見 雷達看得見 紅外線感應得到 但是飛行員怎麼樣就是看不見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人類的眼睛 其實可見的這個能 這個波段非常非常的窄 比方說我們看不見紫外線 但是鳥類它看得見 比方我們看不到熱能 看不到那個紅紅的感應的 但是蛇它感應得到 所以人類看到這個飛碟 或者是這個UFO 不是我們看不到 它搞不好在 但是我們人類的眼球 肉眼是沒辦法看到的 對 我們的肉眼 它的波段就是非常窄 所以我們看不見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可能 好 再者有人說 這個光點飛行員 從頭到尾都看不見 會不會是所謂一個球形閃電 球狀閃電等等的 但是也被打臉了 因為他說當天是一個好天氣 不是暴雨 另外還有包括了 一樣是在墨西哥的一個小鎮上面 也發現了不明飛行物體 結果美軍直接在雷達上看到 但是墨西哥沒發現 過了一天 竟然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跟小型飛機發生撞擊 墜毀在了墨西哥當地之後 墨西哥人派出搜索隊 要去搜索這些殘骸 美軍因為當天有看到雷達上 有發現不明飛行物體 所以一群人穿著生化防護服 到了墨西哥去 發現所有的墨西哥人 全部都倒在地上了 全部都罹難 最後的說法是說 美國把這個墜機的不明飛行物體 就是這個圓盤對不對 是 還有包括了裡頭的殘骸 全都運到了美國當地去 在墨西哥全部找不到 我們回過頭來剛剛講的 那個陽光法案 希望25年之內能夠全數的公開 讓人類都能夠了解 所謂的該知道的真相